今天的生活懒人包带您聚焦美食界一年一度的盛事 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2021在今天率先公布必比登推荐名单 在台中今年有13家新入选 包含了4家台湾菜 3家面食 3家小吃 还有3家是有特色的美食店家 不过受疫情影响 这次有入选的最月楼 从5月份开始暂停一夜至今 预计要等到10月才要恢复营业 而台中市府也要趁米其林美食活动 趁着这股热潮振行经济 午餐时段上门客人络绎不绝 除了外带还有不少人即使受到防疫限制 依然等着内用 台中西屯区这家可口牛肉面 真的可口到登上必比登推荐名单 牛肉卤的也蛮入味 这样子以后可能吃这间又要排队 大块牛肉入口即化 加上Q弹面条带有香辣味道 却又不辣口的汤头 让人一口接一口 忙得很开心 老板都要很早就起来去卤牛肉 然后去雇在炉边 卤得油亮的矿肉铺在白饭上 油油亮亮又香喷喷 让人看了食指大洞 为在台中东区的成名桶矿肉饭 在地经营50年 成为必比登美食业者好开心 谢谢大家 我们第一次登上 那真的很开心 台中市必比登推荐名单 今年新增13家店家4家台湾菜分别是咕噜咕噜原住民音乐餐厅 提供各式麻油料理的罗家古早味 菇神以及醉月楼 面食类则有可口牛肉面 木工妹面和韬枝香 小吃类则有成名桶矿肉饭鲜鱼鲜 台中肉圆素食类是树光居 其他菜系则有以台菜为主 融合南洋料理菜色的好菜 以及客家料理的牛嫁妆 客人们还是一些支持着我们的老顾客的推荐 我觉得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不过受到疫情冲击 其中醉月楼5月中旬就暂停营业 预计将在10月1号复业 台中总共有33个店家获得必比登推荐 比去年21家多了12家 市府也表示不等中央振兴券 台中将先以美食来提振经济 就判搭上比其林热潮 能带来一波大旦美食的观光潮 记得台中综合报道